看起來好吃又營養的紫米飯團 是不少民眾早餐的首選 甚至三餐也會選擇紫米飯來替代白米飯 希望可以吃進去更多的營養 為健康加分 會啊 如果平常去外面吃自如餐 如果有白米 紫米這兩個選項的話 我就會選說我想要吃紫米飯 因為會覺得好像比吃白米還來得健康 對不對 對 會 會 如果看到紫米 我特別選紫米 因為感覺紫米飯會比較健康 如果有一碗白米或一碗紫米的話 我會特別去選紫米 是不是因為紫米飯感覺比較像 所謂的這些古類的飯 讓你覺得它比較健康 對 沒錯 會看起來比較高鮮一點 會特別去選紫米 不過定期召開記者會提供正確醫療資訊 和衛生保健正確知識的 衛福部基隆醫院營養師林玉婷指出 這是不對的觀念和資訊 因為紫米也是糯米的一種 不但不好消化 也屬於 GI值 也就是升糖指數比較高 有三高的民眾更不適合 很多的民眾會為了身體健康 像是在早上選擇飯糰的時候 到底要吃白飯糰還是紫米飯糰呢 很多民眾都會覺得為了我的身體健康 我要選擇紫米飯糰 但其實紫米它就是黑糯米 它是屬於糯米的一種 GI值也是比較高的喔 其實我們常見的一些糯米製品呢 包含像是粽子啊 油飯啊 糙蛙粿 昂菇粿 湯圓 它們都是糯米做出來的食物 那這些食物呢 它們的GI值都比較高 所謂GI值就是升糖指數 代表說我們吃到我們身體裡面之後 血糖上升的速度是多麼的快的 所以對於三高的民眾而言 這些高GI的食物 就要特別的小心去避免 平常的飲食盡量以中GI 還有低GI的食物為主 才是比較健康一樣的 血糖如果升高很快的話呢 它就會刺激我們胰島素快速的分泌 那這對於糖尿病的控制而言 是比較不好的 林玉婷營養師進一步表示 如果民眾真的要吃得健康 應該要挑選黑糙米 才是正確的選擇 民眾在選擇或是為了身體健康 想要選擇取代白米飯的 全穀類的時候 要記得看一下包裝 你買的應該要是黑糙米 才是GI值比較低的全穀類 而不是黑糯米喔 隨著時代的進步 民眾對於如何吃得健康 越來越重視 營養師建議民眾 要有正確的健康吃法 除了不要誤信 已而傳而的消息 或是網路上錯誤的資訊 請教專家諮詢查證 才能夠真正吃到營養 吃到健康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 吨牛